大家好我是Paul 周圍到周圍英文一起讀 我們直接先點破一件事情 這個人要來台灣打球 加入桃園永豐集團的雲豹籃球隊 雲豹英文怎麼唸 八成你大概是唸不對的 那他的名字叫做Dewide Howard 那他的名字也不見得大家有唸對 我們先點破這兩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發音上的 他的名字 我知道台灣都翻譯成霍華德 That's fine 但他前面的他的first name D-W-I-G-H-T 我曾經有過一個朋友說 他的名字應該是唸Wight D不發音 放屁 所以他的名字D還是有發音的 所以你要把他名字唸成Dewide 那個D還是叫Dewide Dewide Howard 都聽到了 酷 那我們桃園的這個雲豹隊呢 這一個字L-E-O-P-A-R-D 要是你照著你所熟悉的發音規則 前面的L-E-O 你可能就已經會唸成Leo了 因為Leo真的有這個名字 一個男生的名字 代表太陽之類的 還是獅子 獅子啦不是太陽 所以就是Lion這個字 對不起 那所以Leo 可是你後面加了P-A-R-D結尾 變成豹這個字 就動物那個豹 我可以給同學看一下 如果你Google這個豹的話 會出現這玩意兒 全部都是 就是這種豹文 那的確沒錯 這個這種花文 我們也就叫它豹文 那英文同樣是用L-E-O-P-A-R-D這個字 我弄了半天我一直沒發音給你聽 好怎麼唸 不唸做Leo-P-A-R-D No 它的發音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Leopard Leopard OK Leopard 沒有Leo在裡面 你要把那個O的音給它忘掉 你就唸成Leopard就可以了 OK 所以這個就是Leopard Pattern To Leopard Dress To Leopard Something 好 anyway Alright 這一集就講到這裡 沒有啦 我們再往下看 他到底能夠講些什麼東西呢 所以Dwight Howard其實在 我今天錄的時間是禮拜 就是今天的上午 因為我昨天還在忙家裡的事情 所以昨天還沒辦法錄製 可是他昨天就到了 所以昨天晚上好像是 他這裡寫的是 Yeah 昨天晚上4點45分 所以禮拜4的4點45分到了 10點喔 不是4點 靠北 所以昨天晚上將近11點 快要11點 他才就land He landed in Taiwan Land it in 桃園 到了這個桃園機場 Alright 那所以這個真的蠻新鮮熱辣的 這個人已經進到台灣了 真的要來打球了 那據我們了解 這個球團啊 球隊已經 前四場的那個 主場的那個票已經賣光了 所以我們這裡很快可以看一下一下 那這裡說的這個桃園 Leopards sold out 60,000 tickets to its 4 home games in November and December 所以在11月跟12月 總共有四場的主場比賽 那總共已經賣完了 6萬張票 60,000 tickets 很酷 而且是10分鐘內賣完 within 10 minutes after they were available on the ticketing website 所以這個球團呢 球團我們的英文也是一樣 兩個字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叫它franchise 一般我們理解franchise這個字 可能比較熟悉的是講那種 那種加盟體系 加盟業 你開了一家五十籃 加盟的 你開了一家 之前那個賣翡翠檸檬 還是叫什麼的 氫玉 對 那都是franchise 好像現在倒得很慘 好所以franchise可以是這種加盟業 可是他也可以是大企業大球團 你也可以叫它club 所以你叫它ballclub 也是ok的 那在報導裡面 兩個字都用得到 ok然後呢 接下來他還有講到說 有賣那種場邊的座位 所以你就可以近距離 看到這個球形 所以這邊就有這個courtside這個字 也可以看一下下 yes 所以這個 Dwatt Howard現象 或者Dwatt Howard的這個影響力 So the Dwight Howard effect has led the franchise to issue tickets for special court side seats for fans who want to see the 8-time NBA All-Star up close 所以這裡有一個special的 courtside seats 就是場邊的座位 還是有座位的 因為我一直腦袋想到的一個畫面是 你就席地而坐 Indian style 並沒有 還是有座位的 只是去了解那種NBA的courtside seat 它那種座位就是一個板凳 一定要是板凳 因為有時候球員會飛升鋪球 如果你那個板凳是不能夠移動的 如果是真的定在地上的座位的話 那個球員會受傷的 他摔到這些 固定在地上的座位上 所以courtside seat 一定都是一張一張可以把它清掉的板凳 所以球員一摔出去 板凳就整個被 啪啪啪啪 清開 然後他反而是比較沒事的這樣 所以他救球的時候 的確可能會摔到你的身上來 那這也是好玩的一部分 多半也不會受傷了 好 所以這個特別的courtside seat 據了解真的很貴 貴到一個包 那我有錢的朋友看NBA比賽是 也是買了很好的位置 那那個真的是很可怕的金額 我不要亂講一個金額嚇大家 可能真的是可以買車的金額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真的 OK好 來那我們再往下看的話 可以看到一些什麼字 我那個標題裡面有講到的 所以他來的就是席捲台灣 這個片語其實很簡單 那他裡面會用到的一個字 就是風暴 就是storm這個字 so if you take something by storm 而且這個就不需要 它是一個固定的片語 所以你不用講說a storm 所以不用一個那個 一個呃在裡面 因為storm的確可以是可數名詞 那但是的但是在這邊的話 我們是不用的 so那看一下這邊這個 yes 好所以說他說 the news has taken Taiwan by storm as well as surprise 所以不只是席捲台灣 而且也讓台灣著實的驚訝了一下 說你竟然真的會來 因為其實我們大家還不太相信 台灣有這樣的吸引力 可以讓這樣的大卡球星來打球 那據了解好像彈了三個月 所以這邊很快讀一下好了 好這邊 so following the announcement of 36 year old howards signing with the leopards the news has taken Taiwan by storm as well as surprise 所以這剛這一句 那再下一句 就是他有一個這個 蘇毅潔這個先生 他是他的球隊經理 他叫Brett 那他在採訪中他就說了 他秘密跟他這個洽談了三個月 so in an interview with the press on Tuesday Tawian Lepers General Manager Brett Zu said the whole negotiation process was conducted in secret for nearly three months yes 所以整個這個 negotiation 就是這個溝通洽談之類的 就是negotiation process 那被進行 so was conducted in secret 就秘密的 幾乎三個月 for nearly three months 那最大的不確定性就是他到底想不想來 所以他的意願這個字 他這裡當然是英文的報道 可是我相信他的interview 其實原本是中文的 那意願這個字 他的翻譯用的是will這個字 w-i-l-l 我個人覺得williness會好一點 可是我也不會說他是錯就是了 因為will這個字 還有另外一層的意思是 就是你的那個意念 意志力之類的 If you're a person with a strong will 就是你是一個很有意志很堅強的人 那williness比較這個字 我認為單純一點點 他就是意願意向這樣子 好但我們還是把這句剛剛說一下 so the biggest uncertainty uncertainty certain這個字就是確定 certainty就是名詞 uncertainty就是不確定性 so the biggest uncertainty was Howard's will to come 所以他的他有沒有意願來 他的will to come to Taiwan and play 那但是他的concern很快就被就沒有了 ok so but his concerns were quickly dispelled as his call was received positively by the American superman 所以他的這個打他的來電 就被對方 呃不能翻譯成接受的很好 但總之就是對方很欣然的跟他溝通了這樣子 his call was received positively 很正面的被這一個 為什麼叫做American superman 因為他自己自稱為 他的暱稱是superman超人 那但是superman這個暱稱 其實有另外一個球星很不爽 因為他覺得他才是 那個人叫做 Shaquio O'Neill 俠克 O'Neill 我認為這兩個人比起來 當然是Shaq比較厲害一點 真的他才是他是傳奇球星 那我應該講說Shaquio O'Neill 是one of the all-time greats 所以就歷史上著名的這個 能夠留下這個歷史有名的一個球星 但是Dwight Howard還沒有到那個高度 他大概你可以稱他為是一個all-star 全明星 可是他絕對不是 我不認為他有到superstar的等級 就是 好這個是個人看法 那他唯一 Dwight Howard唯一的要求就是 他有一個舒服的這個地方可以住 So the only condition mentioned by Howard during negotiations was a cozy apartment 所以cozy這個字就是舒服的 好算蠻簡單的一個字 沒什麼問題 好來 看到這些差不多了 我覺得 那我相信他能夠替台灣帶來很多的 票房收益 以及能夠提升整個聯賽的強度嗎 我覺得是會的 所以你今天遇到一個這麼厲害的一個敵人 你大概也會很努力的讓自己打得更好 那你見識的你跟這樣同場競技的話 反正我們都知道 像你在像很多球員或者是運動員在國際的那種 Once you're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and you're competing with the best of the best 那你 it would elevate your own performance 所以他也會能夠把你自己的表現提升 所以很多人會 在國際的比賽上 能夠打破自己的個人最佳紀錄 我們稱那個叫做 常常健身人都會說 叫PB personal best 這樣子 所以很常看到像賽跑或什麼這些的 所以你竟然跑得比台灣怎麼跑 你都跑不出跑不進11秒 就你到了這個國際比賽就跑進11秒了或之類的 so overall I think this is gonna be very positive 然後大家還開玩笑說他來台灣會努力的播種 那據了解我看了別的報導說他好像 那光是私生子啊 就就是婚姻外的 那好像就有5個以上還是之類的 所以我相信他在台灣的確大概應該可以玩得蠻開心的 那順便也可以講一下私生子怎麼說 那從莎士比亞的時代 他簡單的說就是Bastard 那Bastard不是罵人的罵人混帳東西嗎 OK 那他裡面就有多BASS這個字 就比較低的 Right 所以Bastard 真的是在莎士比亞的一些劇作裡面 就是叫私生子 那在現代來說的話 我們講私生子的概念其實就是 在你的婚姻枷鎖外的孩子 婚姻枷鎖這個字 很久沒聽到 所以婚姻是個枷鎖 我個人也同意了 所以他就叫做out of wedlock kids out of wedlock children都OK 所以這個out of wedlock 這個wedlock就是wedding你知道嗎 wedding就婚禮嗎 那lock是鎖 所以wedlock就是婚姻的枷鎖 在他外面的out of wedlock 加一個 所以這是個複合形容詞 加一個children 加一個kids就可以了 所以這麼囉嗦 OK 那當然還有像illegitimate也是有的 像legitimate這個字就是 像合法的啦或者是 合法的啦或者是這個 合乎規則的啦 有正當性的啦 叫legitimate 那前面加一個l開頭 illegitimate 所以illegitimate son illegitimate children 所以也可以 大概可以被翻譯成是 這個婚姻外的這個東西 的孩子們 怎麼會講到這裡來 我也不知道 反正有時候錄節目嘛 就是想到哪裡講到哪裡 那講到這個dwight howard來台灣 會多開心呢 那可能就會生出很多的 螢幕上看到的這樣子的東西 OK好 那到這裡可以了 祝大家有個美好的昨末 沒有意外的話 今天這一片就是晚上上了 我是Paul 我們下週見